来看面包现在呢 真的也是竞争好激烈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现在的很夯的生吐司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其实呢各家不管是超商还是卖场 都有一些自己的作品 像是7-11他们现在就推出了一个 叫做贝壳流沙的面包 里头呢有咸甜双酱 外形更是特别了 而且还是世界面包级的师傅 去做研发的呢 而全家呢同样也是 他们推出的是生吐司的市场 有原味跟万丹红豆两种口味 也是请来世界面包冠军师傅监制 那么还严选日本进口的面粉食材 强调的是无添加 要让大家吃到松软的感觉 那家乐府呢则是蛮早就布局了 之前就已经把卖场里头的 自制吐司跟面包类全部升级 那么现在也推出自产的生吐司 也是使用日本烘焙职人 最喜欢的面粉 希望呢这样子看起来很高级的生吐司 消费者会喜欢 那群联呢他们不主攻生吐司 倒是供口味比较特别的 就是石令水果 还跟吴宝春去合作呢 推出芒果米兰面包 这一盒售价400多块不便宜 但是很多粉丝倒是相当期待 那看来现在对于吃的 消费者呢已经慢慢的回温了 餐饮业他们的业绩 同样也是见到了曙光 对月份的营业额呢 年度年减的幅度 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低 所以现在很多餐饮集团 也逆势反攻 预计在下半年要斩电 消毒清洁不马虎 餐厅加强防疫食安 从用餐环境到服务员双手 都是重点 安心本来就是餐厅应该做到的 最基本的条件 对那我觉得我们从防疫期间到现在 其实很多客人都还是很忠诚的 会回来吃饭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分 我只是听说有一些什么SGS 什么认证的一些消毒的餐店 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疫情不散 餐饮业还是得战战兢兢 趁着六月整体营业额 年减幅创下疫情以来新低 七月甚至有机会持平 各品牌恢复营运动能 也开始扩张步调 像是瓦城豆腐与王品 还有汉莱美食 都开始加强下半年布局 目标呢还是一样 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突破去年的 97亿的一个营收的状态 继续成长 那我们开店呢 也不会因为新冠肺炎而有所停滞 消费有明显的报复性的回升 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营收获利的贡献 会反映在未来这几个月上面 各集团加速展店真才 希望带动全年营收及获利成长 营收回稳也表现在股价上 像是观光股王瓦城 周四收高在227.5元 稳稳迈向田席之路 豆腐营收频频创高 股价在7月盘中 一度冲上180块关卡 餐饮股价蓄势带8 下半年吹起反攻号角 三连新闻张文轩 林外泰报道